我今天 哎呀我看这个 我说这个这个这个张星演员 很多都说他是未成年 他张星演员的粉丝是未成年 很多 哎我看他们 这些人啊 还真的很有才华 他们有的时候就自称 是张星演员的粉丝 哎呀我看了以后啊 我觉得你不管 做这个音频的视频的 还有各个方面 他们有的就成为是他们的粉丝 我觉得我看了以后很很感动 哎呀很多很多都是党员 干部 不少的还是纪检 纪委检察委的干部 都说我40岁党员多少年了 这人民教师 人民法官人民检察官 人民警察 都这类人 看到我 那一会儿啊 因为我平时也看这个 大家给我的留言嘛 哎特别是 那些大胆的承认自己是张星演员粉丝的一些人 我看到我很感动 他们真的很正能量 他们不是 前一段时间网络把他们 这个这个 污蔑为什么泛车文化的代表 什么什么 什么反扑 什么未成年粉丝 无脑 不是这样的 真的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 非常有魅力 从这一点来说 我们确实 作为粉丝 不管你是张星演员的粉丝 还是其他性的粉丝 我们都要清醒的认识到 我们生活在一个 国家内 我们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都在享受着 共产党 一百年 以来 巨大的奉献 牺牲 给我们换来的 今天美好的时代 我们一定要感恩 感恩时代 感恩我们的执政党 在这种前提下 你喜欢你的偶像 你的自由 但千万不要 因为你喜欢这个偶像 而给另外一个 偶像的粉丝打起来 没有必要 对不对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不要干涉别人 对吧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一个做人的一个道理 我相信 我特别相信 张姓演员的粉丝 大部分都是非常棒的 很优秀的 同时 我也相信 其他偶像 其他演员的粉丝 也是同样很棒的 都是爱国爱党的 都是有理性 有理智 有知识 有文化的 这样就好了 所以你们之间 千万不要有什么相互冲突 互撕 那是不好的 那是不文明 不礼貌 没有本事的表现 所以做任何人的粉丝 之前一定要做党的粉丝 有什么不味道的 我看来 这些人的粉丝 有什么相互冲突 有什么相互冲突